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必然不再没守成规 更多的是多元化 开放式的发展 无意间被一个大数据吸引了一下 就是当下最具商业价值的娱乐明星中 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又被王一博给占领 95后00后的年轻力量逐渐被主流资源认可 大部分的主流价值的倾斜 看出来势必是时代的驱动 更是当下年轻一辈人的选择 最近流行一句话 世界的镜头是铁领 内鱼的镜头是王一博 毕竟最近蹭他热度的人实在太多了 这个有着内鱼微波炉之称的王一博 如今的发展实在太过于养眼 他身上的特质跟属性 逐渐摆脱内鱼的限定 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格 其实王一博的成功得益于他的多元化跟年轻化 首先 多元化是他破圈出彩的重要因素 不再局限于娱乐的固有模式 你可以说他喜好众多 但是却能从街舞圈车圈滑板圈达成一个梦幻联动的 却只有他一个吧 就是因为他的多元化发展 才让他备受关注 无论是内于市场化的需求 还是商业品牌的选择 他都成了首选 无论是街舞的出圈 还是摩托车的破圈 滑板的引领作用 他都做到了业界的关注 跟项目的推动作用 这个贡献值无疑是主流平台最为关注的焦点 主流如今逐渐开启C世代的资源倾斜 王一博的认可度尤为突出 从今年初晚到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 无疑是价值上的认可跟肯定 也让他早就开启了进阶 所以本质上早就其他的艺人来开了距离 再加上王一博整个团队做事状态 秉承了他的一贯低调跟不作妖的风格 备受业内认可 配合度跟处理事情的态度 只能说越来越好 其次 年轻化无疑是王一博成了C世代代表性人物的关键 这个97年大男生 在众多95后演艺人士中 综合业务能力超强的存在 他所涉猎的范围更是当下C世代最看重的东西 青春活力 积极阳光 正能量的价值观 热爱与执着 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年轻化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就是王一博的饭圈 他的特质跟潜力是粉丝终于此的原因 他不仅拥有年轻一代的受众 更多的是作用了男粉跟长辈粉的最大力量 王一博的商业价值之所以牛 一方面他走的是大众化消费市场 奠定了非常高的国民认可度 一方面他的客金大户集中在了消费实质性存在群体 王一博的年轻化拉近了品牌与年轻群体的距离 盘活了新生代沉变常委效应 更激活了中生代的消费指标 主流资源看重的是综合实力的发展 这也是为何如今的王一博是C世代的鲜明代表性人物 为何这么多人过来蹭他热度的原因 都说圈地自萌 可惜没办法自家热度太低了 才会让人想着各种歪七扭八的小心思 蹭点热度顺势往上爬 奉劝各位 你们的这种操作只会拉低自家水准 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 如今是靠实力说话的 提升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网传赵丽颖王一博将二大 出演江门独后 工作室发生辟谣 先前一直有王一博演了江门独后的信息 但是被辟谣以后便没有了下面 可是今日有关这则传言越来越激烈 许多吃瓜网友都深信不疑 搞得王一博个人工作是亲自出去必要打假 王一博粉刺对江门独后的剧情数表明了强烈不满 觉得剧方有意留男明星蹭热度 江门独后这一IP实际上是网络携手千山查克的原著小说小说集 重生之江门独后 叙述的是江门狄女沈妙沈娇娇 上辈子被渣男害得妻离子散 重生之后发誓要护亲人斗仇人 纯属无然结交男主角谢景行 最后得到报仇学恨 并嫁给了谢景行变成大梁王后 尽管原著小说是略老套的重生文 可是人气质和关注度都十分非常好 在今年初明确影视制作画后 有关两位出演的候选人引起强烈反响 那时候王一博与赵丽颖协作的有匪正在热播 尽管用户评价包别不一 可是两位出演获得备受五星好评 在网上持续传来王一博和赵丽颖将要二搭 一同参缅将门独后 彼此粉丝都并不是很令人满意此次协作 信息过去了关注度也就被闲置了 可是近日在网上又发生了许多帖子 称王一博和赵丽颖将二搭协作将门独后 自然贴子也不会有哪些事捶 网友也是半信半疑 不久王一博个人工作室首先回复 个人工作室在其官方微博上出文甲 简约强有力地否定了信息 个人工作室亲自结局必要 也算作完全毫无疑问了 王一博以后也不会参演这一部剧 自然如今许多原著小说的书本 都不期待王一博参演谢景行 反倒是刚凭着山河令爆红的 龚俊呼声很高 实际上这类溜男主角的个人行为 也可以了解 终究许多影视项目在建立以后 为了更好地寻找适合的服务平台 和项目投资 都是会出去各种各样蹭热点 山河令爆红以后 在网上一度传来 龚俊早已逐渐未居浅持 乃至会摇摆不定王一博和肖战的影响力 是不是未居浅持不知道的 可是关注度和话题讨论肯定是免不了的 也难怪会被看上 对于王一博近期早已有许多即将上映剧 冰与火 风起洛阳 理想就要中国每一步都很非常值得希望 此外不久前 风起洛阳刚查夜杀清后 王一博也日夜兼诚地赶赴了新社制组 因此两者之间关心 没有官方宣布的信息 比不上希望明确的新电视剧吧 大华对于此事有哪些观点呢 你认为谁更合适参演这一步将门独厚呢 王一博的梦想 努力赚钱把前锋买下来 为快乐买单 值了 王一博的梦想 原来这么简单朴实 就是努力赚钱把前锋买下来呀 这么朴实无华的想法真的好简单啊 前锋是长在王一博笑点上的男人 为了快乐必须买下来 而且超值 为何这么说 因为风格太值了 不仅可以让王一博可以笑 而且还能赚钱 还懂得生活 特别会吃 堪称行走的美食品见官 买下来前锋 我们就可以天天看到整日笑呵呵的王一博了 甚至都可能看到发福的小猪猪了 网友更是在线帮着王一博加油 这个梦想可以实现 哪怕太贵 大家也会众筹帮你实现这个梦想 王一博的梦想 不单单是他的 更是我们的 毕竟看到他们兄弟俩在一起的样子 就倍感温馨 风格不仅长在了王一博的笑点上 更是点开了许多人的笑点 特别是如今发福后的风格 一举一动都会让王一博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腼腆的笑 肆无忌惮的笑 仰头大了笑 手舞足蹈的笑 还有那鬼魅的笑 在前锋身上 我们看到了王一博各种的笑容不说 还让我们隔着屏幕都跟着开心 孩子 你的梦想一定会成功的 因为哪怕不够 韩哥也会帮你游说风格 降低价格的 话说回来 纵观这么多年 天天兄弟间的感情 真是越来越深厚 这种玩笑开起来 更是肆无忌惮了 前锋不仅可以给王一博带来快乐 更是非常爱护王一博的 好吃的会给一博 游戏过程会帮着他尽量自己去 更会没事逗他开心 也会在线下 跟他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直到王一博生日 会亲自做一个摩托车模型送给他 更会在出差北京的时候 去吃专门的炉煮店面 会分享给王一博 虽然是为了缠他 也会在节目中 互相调侃 也会用水枪彼此互斗 会彼此视点小坏 因为彼此真的把对方当自己人 无形之中的各种兄弟情 足够真诚与坦荡 他们不需要什么买不买 因为这份友谊 与金钱无关 直与爱相连 我们看到的是节目中 王一博看到风哥各种出球后 捧腹大笑的画面 那真是笑出天际 也增加了节目效果 私下我们可能更多的是 彼此的嘘寒问暖 笨担压力跟体恤 节目放大了笑学 可是对于天天兄弟而言 汪涵更像家长 给予了王一博精神上的引导 大老师的关心跟风趣是细节上 他会帮着王一博化解各种问题 更会给予音乐跟人生观的分享 所以说天天向上 真不愧是有些文化沉淀的一档节目 文化内涵 传承创新做到了极致 就是传递爱 这才是一档有教育意义的节目 历经多年 唯有爱是不变的 更是贯穿始终 最后 也遗忘王一博的梦想 可以成真 也已经成真了 你说对吗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